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系风格的中餐馆店内的色调装潢往往偏暗 和中国人经营的大红色的中餐店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这个呢是他们的菜单上面主要是蛋蛋面小笼包以及一些其他的下酒菜 蛋蛋面呢分为有汤和无汤两种而且还分黑白 那至于黑白分别指的是什么我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今天点的是白色的 店员呢现在一共有两个人一个是负责招待的小姐姐和另一个负责长厨的小哥哥 这个呢就是今天的主角我点的白色无汤蛋蛋面 小哥哥呢也是一直在关注着蒸笼里面躺着的小笼包 这个呢就是我今天点的虾肉馅的小笼包 先来加一点醋那日本的小笼包呢基本上是一笼两到三个 所以喜欢吃小笼包的朋友记得一定要慢慢的品尝 我呢比较喜欢吃海鲜口味的比如说小笼包馄饨和饺子 今天的小笼包的肉啊是猪肉和虾肉搭配在一起做成的 不知道是不是虾肉比猪肉要贵的缘故整体感觉还是以猪肉为主 一般来说呢很多店都会营造出一种一口咬下去之后汤汁四溢的氛围 那并不是说小笼包就一定得咬下去之后汤汁四溅 毕竟呢每个店都有自己独特的做法 那今天的小笼包呢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的满意 唯一想提个要求的地方就是能不能虾肉再多那么一点点 应服务员小姐姐的要求我需要使劲的搅拌单单面的面和料 现在呢又进来一个客人 好像是服务员小姐姐的熟人 两个人谈的还是挺欢乐的 虽然呢是没有汤汁的淡淡面 但是里面的油水啊一点都没有少 搅拌完之后呢整个碗里面啊就是一片红色的海洋 由于三脚架的原因呢我没有办法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拍摄角度 那今天我下午就去换一个新的三脚架 在日本吃淡淡面啊千万不要抱有可以吃饱的幻想 来这里的主要原因呢也只是想放松一下心情 远离都市的喧嚣 冷却一下我浮躁的灵魂 我相信呢喜爱中华料理的日本人还是会发明出更多的奇特的日式中华料理 在以后的视频里面呢我还会继续给大家介绍 好本期的日本美食探店节目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